欢迎收听财宝狗Podcast 我是主持人维宇 又来到了一季一次的13F解析时间 所以在我旁边的一样是投资商的减备人Frank 嘿嘿 那也一如既往的 就是这一次在开录之前Frank就跟我说 这季没什么 然后一样每一次都是这季没什么 不是这次真的没什么 我这次真的讲不出什么东西 我可以想象啦 因为其实就我自己在看目前的整个投资环境 我也觉得就算是台湾哦 很像那个主题也不是很明确 跟过去就有点不太一样 我不太决定这个是一个 怎么说现在的股市 它的循环到了这个阶段 刚好就是大家的主题都不太明确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不过我们就一样从我们过去 比较会讨论的这样架构来继续好了 首先还是先看整体 整体目前国外的这些基金经理人 他们的持股是增加呢 还是减少呢 总仓位其实我觉得看起来没有很明确 因为前几季度其实很多人是非常悲观的 那通常这种经理人这个季度很明显就是 仓位加的很多 那前几个季度比较没这么悲观的人 其实都大概有小减一点 所以我觉得仓位看起来还是偏高 那基本上只是前几个季度 乐观跟悲观的人在做反向的事情这样 所以可能现在大家的持股的那个水位啊 越来越差不多了 之前可能有人持股很多 如果有人持股很少 那现在就都到了一个差不多的选择 我觉得算偏高的位置了啦 买的都满满的 所以某种程度也代表说 大家对于接下来的股市发展 还算是乐观嘛对不对 因为持股数位是偏高的 乐观嘛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 因为大家的Benchmark是指数啊 至少不认为会大跌啊 都在拉全职股 你也不太能悲观太久啊 如果一直在拉全职股的状况 你跟那个你的Benchmark差太远的话 也不太行啊我觉得 对建议人来讲 对啊 所以有些太悲观的 很明显就是把大科技全部都加上去啊 哦 哦 所以就是某种程度来说啊 不太有自己的看法 嗯 就是我不能输啊 所以我就只能买那些大科技啊 就跟全职跑啊 我觉得就是之前对通膨比较悲观的人 就是有点被迫像是买上去吧 我也不确定他们是转向还是被迫 反正就是这个季度很明显就是 全部都上去了 嗯嗯嗯 就是认为通膨会带来衰退的人 现在其实也都开始在买股票了 其实你看更高频的美银 这个季度也是一样的状况啦 就是大科技真的是买的很慢 嗯嗯 那13F也出现一样的状况啊 那就是两份报告都有一样的方向 所以这个方向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去买满 来不来得及啊 现在其实就很尴尬 就是你可以发现 大科技大家仓位其实都很高 就是基本上 嗯 Google Meta 然后什么NVIDIA 然后Microsoft加起来 我觉得应该20%到30%应该都差不多了 那一般来讲他们大科技 大概就买到这样的水位 对啊 所以说上去有多少空间 我是打个问号啦 嗯嗯 而且你可以发现就是前几个季度 没这么悲观的人 他其实在科技股是减仓的 对啊 所以就变成现在状况有点像是 大家仓位都很满 然后之前 此股所谓比较高的人也都开始减仓了 所以你现在大科技要明显站队 对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的 对吧 嗯嗯 就是大科技的状况啦 对吧 就要再上去真的也不容易啊 就不知道谁还会再买嘛 对不对 因为就比较悲观的人已经买了 然后比较乐观的人 他们反而是降低了一点 他们也不认为还会再好到哪里去 所以要再上去就不太确定是什么东西会再上去 应该说就 就股票买卖的角度来看 我是不确定现在谁会接着占买方啦 对啊 就看起来大家真的都买的满满的 无论是公募的或者是Hedge Fund 这是科技的部分啦 那其实这个基础实战域只有两个很明显的 我觉得一个是科技 那另外一个是那种生物科技 诶我们先讲科技 科技就是刚刚那些东西吗 对啊对啊 基本上就这些 所以科技这边的总结就是 之前买很多科技的 现在有降低的部位 之前比较悲观 所以科技部位比较少呢 现在加了很多科技部位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都是大家那种 就是真的是一次把权重的都拉满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看起来是真的不太确定 现在还该不该overweight的科技啦 对啊 比较像这种状况了 快逃啊 我自己会这样子啦 就大家都买了我就很想跑 好那另外一个 你刚刚有提到的是生物科技 但是我觉得这个题材 它其实今年年初就很多人讲了 就是因为去年2022那时候 生物科技那整个板块 其实修正的幅度很大 所以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 就有人觉得有点overshoot的状况 那当然今年又继续跌 YTD应该跌了10个percent有吧 对啊 那就变成说 可能年初还有一些些人在怀疑 但这波再修正下去 我看起来怀疑的人是越来越少了 就估值角度真的看起来是有点过低了 对啊 这些生物科技指的大概是哪一些产品啊 主要是新创那边啦 就是可能以前是什么新创药啊 或者是什么新的衣材啊 这种东西 像吉利德就是一个啊 其中一个案例啊 吉利德 就之前那个COVID那段时间 有一段时间红 生物制药的 你这边是说看到很多公司 在买这些生物科技的哦 对但是因为买得很善 因为这边讲白点 每个人可能prefer的方向不一样 但是他们的共同的特性 就是在疫情那个时候被推得很高 然后那段时间募资也比较容易 然后在去年这样一大波修正以后 其实很多公司手上的现金 可能都比他的市值还高 那当然他的现金是需要继续投入到 那个药物开发的 所以其实也不能完全这样看 但是就是我觉得那个差距 已经越拉越大了 就是以前可能年初的时候 现金可能高股价 10到20%吧 那今年又继续跌 所以现在应该是三四十个percent 那就变成说这个差距 很多人会觉得有点过大 哦 对对对 但是我现在看 比方说你讲吉利德 其实他们相比于 我觉得在疫情前 那个股价也还是算偏高 这个是买的比较多 又大家比较知道的啦 因为你说在下面 其实很多很小家的啊 什么INSM啊 GKOS啊 CKT啊 这我都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因为他们其实每个业务可能 第一个是很散啦 然后第二个是很多人开发 可能是专对某一种特殊疾病 所以一家可能他手上的那个蓝图 可能就是针对某个机制 或者是某个疾病去发展 那每一家都不一样 所以就纵观来看 就是在这个领域 其实买的人很多 但是每个人买的方向都不一样 那因为我对这个行业也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以我只多只能评论到这 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估值太便宜 因为手上可能两年前三年前的时候 募资的时候 手上拿到现金其实都已经高过现代股价了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这些公司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在亏损的啊 对啊对啊 因为基本上就是比较早期的状况啊 对对对对 那这个样子你说他们之前在疫情的时候 都募资到了很多钱 但是现在亏一亏 就我现在看到比方说像ISM 其实也都亏的差不多了 但是就大家角度来看 会觉得整个板块的平均是 现金的水位比股价还要高 整个板块发生这种事情其实很怪 那具体大家喜欢哪家公司 可能是每个人有不同的研究 对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 因为我对整个板块其实没有很熟 但是就可以发现就是 list上面这种公司特别多 对那你觉得他们是看好 所谓的生物制药板块 这个产业有发展的前景 还是不是他们就只是资产太便宜了 我觉得也有啊 就是两边一定都会有考虑了 因为你说前景这件事情两年前 COVID那时候不是很多人在讲吗 之前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叫ESG产业很有前景啊 现在那些人在那里 可是我觉得ESG 他一直都没有很明确的数据去佐证 对啊一直都没有 可是就是有些人买了很多啊 可是医疗生物科技这种事情 我觉得是有 他唯一的问题是可能更前沿的东西 因为很多人其实要负担这种东西都是靠健保 对啊 那接着医疗保险能不能cover生物科技这边获得这么高的RIC 其实我不是这么确定 但是以现在的估值来讲 其实我觉得你的RIC也不用真的这么高 其实长久来看应该就会赚钱 因为现在估值真的是在一个蛮阴盛的状况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成熟的生物制药我可以理解 但你今天讲的是新创我也会有点怀疑啊 就新创这个也合理吗 但是你的现金已经比股价高很多了 光是手上的现金哦 你都不看他手上可能有什么潜在专利哦 就可能高出股价可能已经三四个percent了 对啊 然后再来是动态也比较好啦 就是大的制药公司基本上都已经有点面临专利悬崖了 那如果他们要补的话 其实应该有很大的动机去病晓的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年初的时候就很多人在讲了 然后但是今年还是继续修正 只是这个季度很明显就是压住的人又多了起来 其实我觉得今年压这个地方的人都不少 对不对 只是今年还是在修正 你说压的人都不少是什么意思 是有压的人都买蛮多的吗 就是其实你从去年年底的13F看到现在 买这个板块的其实一直都不少 他一直都是在前面的 那为什么还跌 我不知道 我觉得就是很难分析啊 就是这个太逆取了 你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其实你真的很难分析公司的状况 但是就是看得出来有这个现象 就是如果去追踪我们会看的这些基金公司 会发现说很像买生物制药的基金还不少 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还是跌得蛮惨的这样子 对啊 蛮有趣的 好 所以我们讲完了两个你觉得比较有明显 大家动作比较一致的板块 科技跟生物科技 对 那这一期的13F还有什么有趣的吗 我觉得比较明显板块有这两个啦 那接着应该就剩特殊时机 特殊时机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只有两个是比较引起我的注意的 那第一个是VFC 然后第二个是KBUE 那其他板块基本上我认为只是单纯的估值过低 像是车啊 然后中小股票跟支付 主要是这样 我觉得13F这季真的就只有这样 没有什么其他的 我对VFC这件公司有点兴趣 只是微富嘛 它是一个 做鞋跟服饰 他算控股吧 算啊算啊 因为它旗下就是不同品牌嘛 像VANCE 然后LENOCE FACE 跟Tumberland 这三个应该是最大的 这三个应该是最大的 对 那它有什么特殊时机吗 特殊时机是有主动基金介入 我会比较有兴趣是因为 就我台股最近交流起来 其实蛮多人对鞋跟服饰已经开始乐观了 然后其实你去看几个大厂 其实库存也都清得差不多了 那VANCE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它股价在过去的五年吧 修正的非常多 它大概从100块跌到15块 就是它跌了80几% 然后主动的投资人 目前认为是公司的战略有问题 就是过去它可能会放权到品牌那一端去做 可能之前是想要省成本或什么的 然后把行销跟什么策略 掌握到总部这边 对 然后有的主动的投资人认为 这可能是一个战略上的错误 那当然 因为我觉得这比较主观的事情 比较不好评论 但是有两个事情其实有引起我的兴趣 第一个是它的利润率跟增速 基本上都在历史的低远 估值也在历史的低远 然后如果说台股这边已经开始对服饰跟鞋子 开始比较乐观的情况下 即使它主动投资人预期的改善没有发生 我可能观状周期这一段其实就够了 对对对对 我比较有兴趣的是这个 就是因为其实它刚好 无论是估值或者是利润率 都在历史的低远 那你觉得利润率有机会回来 有机会啊 我觉得服饰这种 讲白点很多都是周期性啊 就是流行的 你可能踏错一个战略 或是踏错一个步 我觉得看起来都还有救 而且目前看起来调查 其实品牌价值是还在的 就是Vance跟Leonard Space 其实看起来品牌价值是还在的 那两个其实占的收入 就大概占六成了 哎靠腰等一下 我现在才发现 如何跟巨洋最近股价超强 对啊 我觉得是因为台股这边交流起来 大家对服饰和鞋子 都已经明显乐观了 巨洋是历史新高 反正就是我觉得 就台股的感觉 是已经开始乐观了啦 那美股其实无论是爱迪达 爱迪达其实之前是大家最悲观的 其实库存也都有开始好消息了啦 对啊 那如果认为可能只是产业周期 我觉得有机会啦 就是产业周期这边回来 可能就可以有一段幅度了 即使主动投资人认为的事情没有改善 对啊 我觉得这边就是一个风暴比不出的位置了 这我会觉得蛮奇怪 因为如果我们去看台股这边 台股这边看起来也不是最近乐观的 它已经乐观半年了 没有没有 那个是服饰 你看鞋子其实现在才开始好一点 OK 对对对 服饰是比较早一点 我觉得年初其实就有些人开始乐观了 对对对 但是鞋子是最近 因为Vance鞋子比较多嘛 所以你是觉得说 从台股这边的供应量听起来 鞋子因为已经有一些投资人开始觉得乐观了 所以欧美品牌端那边也应该会有些反应 品牌端其实看起来最新的财报开出来也 库存也都偏乐观了啦 然后如果你估值跟利润率刚好都在历史低远处 那我会觉得说 搞不好其实观赚周期 你根本不用发生主动投资人预期的改善 其实就一段了 对吧 我会觉得说这个位置看起来好像还行 了解 我现在在看比方说像Nike啊 或者是 Nike一直都是比较好的那个啊 其实看来比达比较准 我在看Nike它的存货走展天数 还是偏高啦 其实还是没有到之前历史平均的水准 Under Armour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如果要看鞋子的话 反正看Nike 我觉得Nike有降下来吗 降一点点 降一点点 它过去的整个存货走展天数 大概就是维持在可能90到96天吧 那现在还是107 108 我觉得还是有在降的空间 所以也会有点好奇说 那台股供应链这边的状况是什么 最近比较没有发达到 服饰这一块 零售这一块 它有分是在哪一个情境的吗 因为比方说像之前有一阵子 就是运动学其实还好 可是户外啊 登山品牌就非常好 户外现在其实看起来还好 所以你是觉得户外那一块吗 没有啊 Vance应该户外比较少 我基本上就是 Vance应该是休闲之类的 Vance是休闲比较多 所以你是觉得休闲这一块 游到起来的感觉 我没有 基本上就只是单纯觉得 就是应该所有东西都在一个极端的位置 就是你估值在历史的低缘 利润率也在历史的低缘 然后周期至少 先不要看数字 你看股价的反应 基本上台股这边都开始乐观了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你还在一个 所有数字都在低缘的状况下 台股这边已经开始乐观了 那我觉得 感觉有机会 就这样 对 好 我觉得很像 看一下几家 还OK啦 除了Nike 不算在低缘以外 其他的的确看起来是有点低 可是你有去 再深入看一下VFC吗 因为他毛利率看起来没什么变啊 可是他反而是 营业利润那边降很多 降很多对啊 对啊 这原因是什么 因为 就如果是因为营收掉导致利润比率降低 那毛利率应该要降低啊 可是看起来毛利率没什么变 看一下 好像是Noseface跟Vance那边 战略上的时候出什么问题吧 哦 所以的确啊 如果是因为这个样子的话 那那些 activists 他们进去要求改善 是有道理的啊 如果他们没有改善 可能也不会变 嗯 但是你也price in了啊 因为利润率跟固执都同时在低点啊 哦 对吧 如果你有一个不在低点 我会觉得你可能需要盘这件事情 两个都在低点 那其实就是有点悲观的时候了 就是你利润率跟固执两个同时在低点 所以你只要一个 只要能回到均值 其实就不差了 因为你的利润率 它过往是12到16嘛 嗯 对啊 你即使回到均值 可能在14的位置 大概也都已经10几% 20%了 哦 那固执你回到均值 可能12%就50%了 嗯 因为你现在p1大概8倍啊 过往大概12倍啊 嗯 对啊 所以就是两个都在低点 其实你只要一边改善 其实我觉得空间就有了 可是这个的条件 就是它不会再恶化嘛 因为估值可能反映的是说 市场认为未来还有机会恶化 对不会再恶化 但是目前 至少就Active的报告看起来 品牌价值在北美那边调查 是还在的 嗯 对就是看起来 它主要是focus在 那个Le Nose Face跟Vance那边 嗯 然后它是调查说 就是你认为什么 你会把这个品牌形容为创新 Le Nose Face大概是排名第三名 然后Vance比较后面啦 Vance已经超后面了 但是Le Nose Face 基本上也是占三成的收入 诶那前两名是什么 第二名是Hoka 第一名那个 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卖 Petaconia 你知道这个品牌吗 我不知道 我没听过啦 然后全球调查 第一名是Nike啦 第二名就是Le Nose Face 第三名就是Vance 你说创新吗 流行啦 不是创新 刚才那个是创新 这个是 你会把这个品牌形容为 流行的品牌 全球调查流行 第三名是Vance 对啊 它可能新兴市场比较好吧 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调查啦 哦 这真的是蛮出乎我的意料的 我这样讲 我不确定 因为我没有买过Vance的鞋子啦 但是至少它这个数据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啦 那等于说 你说有没有 就至少调查 看起来是support这件事情的嘛 你只要在客户那端的 品牌价值不要掉太多 有没有机会回来 我觉得可能有啊 那如果两个 估值跟利率都在低点 品牌价值没有消失 那感觉就是一个可以赌的机会啊 嗯 好反正就是这个 Activist 他们对于Vance这个品牌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对 两个品牌 其实都蛮有信心的 Leonard Face跟Vance 其实都蛮有信心的 嗯 那这两个 其实就占六成的收入了 诶在哪一家啊 我说这个基金是哪一家啊 其实已经两三家跳出来了耶 然后有发报告的是 Engaged Capital吧 然后我看一下 应该已经有三家 Activ在里面了 哦好我看到了 所以的确大家如果去 Google Engaged Capital 然后 VFC Presentation 其实就会看到它的简报 对啊 然后简报里面就有 大概是26页 对于VFC 他们的一些观点这样子 对啊 然后当然 这不只是单纯的主动啊 这个还是13F刷出来 就是买的人也偏多的 嗯嗯 所以就是你考虑买的人多 然后有一个TIF介入 然后数据看起来 也感觉在一个怪点 嗯嗯 然后也真的走到 很极端的状况了 因为你只要走到 很极端的状况 其实只要稍微 有点均值回归 其实报酬就不会太差 无论是估值 或者是利润率 嗯 对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量化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已经 4K度的状况了 好没问题 对 所以这边也差不多 都把几个比较特殊的公司 讲了一下 那我们就来提 你刚刚讲的量化好了 诶你学多久了啊 就是念这个 你要从多因子算吗 从这个硕士好了 对 那硕士念多久了啊 今年一年而已啊 今年才一年啊 好好好 所以你也是认真的 上课学了一年 然后你最近又在做一些 研究嘛 要不要先来讲一下 你最近在做的研究是什么 其实也不算 最近做的研究耶 核心的东西 我猜两三年前 其实就有了 只是我中间 第一个是我还是觉得 把重心放在学上面啦 因为我会觉得说 我画不出来 ML的应用的边界 所以我会说 我可能这样用 但是可能有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 所以那段时间 我执行力是比较弱的 就基本上我没有 做任何的产出 就是我可能把这个念头 放在心上而已 那最近就是 因为觉得课程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尝试把 一些想法执行出来啦 对啊 主要是这样 那目前有看到什么成果吗 目前还在建制啊 就是因为我自己心中的流程 是目前第三方 或者是目前 有提供解决方案的 是比较没有的 所以我全部都要自己写 我可能只有资料库那一端 是有办法拿现成的 然后最后面的回撤 也有办法拿现成 那中间的训练 基本上 应该全部都要自己写 就是从预处理到训练 到选feature 全部都要自己啦 我觉得这边对于听众来说 有点太模糊了 要不要先来讲一下目的是什么 我想要再用AL 生成投资策略 就这么简单 所以就是人工智慧的投资策略 对 那它的交易频率 大概是怎么样呢 先从低频开始吧 那从低频开始的原因是因为 我手上有的资料 低频是比较容易拿到的 那当然这个技术 是可以往高频那边走 低频 我目前设定的频率 大概是十天一个周期啦 就是大概是抓在 三天到一个月这个区间 这样算低吗 我现在也没有到很低 对 好 反正三天到一个月做一次买卖 这样子的策略 然后你要去找看看说 就人工智慧能不能够去帮你选出一套策略 在三天到一个月买卖它会赚钱 评估周期是三到一个月啦 对啊 然后训练过程是用记忆学习 对 主要是这样 那中间用什么技术 或者是某些细节怎么处理 就不太能讲 对 好 不过你目前这个还在建制就对了 就其实还没有一个很厉害的成果 不确定啦 就是因为我每次学完一个东西会稍微弄个成品出来 嗯 对啊 那搞不好结果不是我预期中的那么好 对啊 那我可能就直接放掉 干脆就直接回头继续做字画算了 哦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目前看起来 至少我听其他人的做法 我会觉得应该是有希望的啦 诶 这边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吗 什么意思 你听到了什么 为什么会让你觉得有希望 就是其实我觉得台湾这边的做法 其实你只要copy paste 欧美那边的做法 成果就会不错了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至少听到的成果都还不错 好 所以就是你听到了其他人 copy paste欧美的做法 然后很像结果还不错 你就觉得说 哦那你来做很像也可以 对可以试试看 嗯这个大概要多久啊 就是整个像你这样子 已经学到一定程度了 然后想要去复制它 如果你说我只是用到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可能一两年前我就掌握了 但是你说要有信心 跟大概知道 你用这个东西的限制到哪 可能是大概半年前 才开始比较OK 嗯那大概还要多久 你说写出来吗 对啊 写出来其实快了 因为GPT的关系 其实现在写我觉得蛮快的 如果过去 我可能会估四到六个月 现在我觉得两个月可能就差不多了 嗯嗯嗯 因为我这边有GPT的方柱 写程式其实是快很多了 真的真的 连那个优化 我觉得很多都不用自己想 因为其实我已经处理的 八十几%了吧 我现在只插 Sample跟 后端的Train而已了 这两边写起来应该 一两个月而已吧 因为接着要期末考 所以可能接着进度会慢一点 但大概我差一两个月 就大概一月底 大概就会看到结果了 那还有什么可以讲 不然我们来聊一下 现在我们录音的时间是 11月26号礼拜天 前天是黑色星期五 在刚刚等待录音的过程 我就买了一堆东西 所以来聊一下吧 你最近有买什么东西 你觉得不错的吗 我只有买一个电动牙刷而已 无聊 电动牙刷坏掉了 无聊 其他都没买啊 原本想要再买个香水 但是看了一下 好像没有比较便宜就算了 哦 香水不打折吗 折扣不够多 我原本以为 最近奢侈品的状况 应该折扣会比较大 好像也没有 没有没有 对啊 奢侈品狂涨价 所以就算了 想一想就算了 因为我刚好 过去一个礼拜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突然看了一大堆 专门在讲奢侈品的YouTube 嗯 对 然后台湾很像比较少 就是我看到的几个 全部都是中国 什么阿哈 罗罗 或者是什么 Miss Fashion 对 就是全部都是 中国的YouTuber 在讲解 时尚产业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去针对 每一个品牌 每一季的秀 去做一些讲评啊 或者是在讲一些 时尚产业里面的东西 然后我就有看到 对啊 就奢侈品 现在他们 一直在涨价 而且是完全没有想要停下来 甚至在中国 他们那边还有一个 流出来 好像是 官方一直没有证实 可是他们也一直没有否认 这个是 LVMH 大中华狗管的会议 就是在这个新闻 在中国看起来应该是 蛮多人讨论的 可是LVMH的人一直没有出来 证实或者否认 就他们的会议里面 然后有一些笔记被别人留出来 就他们把客户分成三个类别 第一个是超高净值 就是年收入可能在 1000万人民币以上 或者是家庭年收入 3000万人民币以上 换算成台币啦 可能就是5000到 1.5亿这样子 这是超高净值 然后高净值 就是个人年收入 可能300万到1000万 换算成台币 就是如果你个人年收入 在可能1500万到5000万 这个被LVMH分为高净值 在这以下 就是你的个人年收入 如果低于1500万 在LVMH的这个会议里面 他们的分类是无收入 你个人年收入 在1500万以下的人 都是无收入 99.9%的人都是无收入啊 然后我去看这些 在讲时尚产业的人 他们看起来很明确 就是这些奢侈品的品牌 他们的确就只想要打 非常非常有钱的人 都每个品牌都一样 如果要往这个战略去走 看起来奢侈品 就是不可能会降价的 或者是折扣是不可能多的 其实我觉得你要分类 其实我觉得奢侈品 有一本书讲的还不错 好像也出繁体了吧 好像是什么奢侈品战略 奢侈品策略 对奢侈品策略 因为他一开始是出简体 后来出繁体 我觉得那本其实写的不错 这本书繁体很久了 繁体很久了 OK 他其实就把奢侈品品牌的 核心策略都写出来了 那他当然不可能降价 就是至少最高端那些 不可能降价 但是他可以用周边的 无论是品牌 或者是商品 例如说像什么 车钥匙的那个挂牌 或者是名片夹 什么之类的 那些其实很多时候 是获利的重心 对 但是最核心的那一块 是不太可能降价的 所以 我看到他们在讲说 像爱马仕他们就说 你买的绝对是不亏的 对啊 因为就是你不能让人家预期 是他会掉价的 对 还有很多像高定嘛 就他们在讲的不亏 不是说会掉价 以高定来说 他说 其实你买一件赚一件 它的成本真的是非常非常高 就是这些奢侈品品牌 他们在卖高定的服装 或者他们在帮你做高定的时候 就高级定制啊 可是那一块不是利润重心啊 那一块是创造品牌价值的地方 但是利润重心其实是最下面那一层 可是我点讶异 就是他们一件高定可能都要几十万台币 你买那个 它成本就是那个样子 哇 这到底是多贵的一件衣服 它的成本当然包含了很多人工啊 可是哇 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件衣服 就是你买那种衣服 竟然会说我的成本就是这样 这不是奢侈品一价 我觉得哇 天哪 到底是什么世界啊 嗯 不知道 这可能要 然后 所以回到刚刚讲的买了东西 你最近可能就没有买什么 对了 对啊 其实已经很久没有买什么了 我最近支出基本上都在吃啊 啊 都在你所谓的体验是不是 对啊对啊 这一年我可能都没有买什么很贵的东西 那吃推荐什么 吃就贵就上次跟你去吃那家 哈哈哈哈 一个带我去踩雷的一个米奇迷二星啊 啊不讲哪一家 其实我后来体验下来 我真的感觉没这么差 就是 整个星星吃完以后 我会觉得哦好像开始有一点点懂了 哦 我觉得你会觉得还好是因为它就是台湾菜 所以你会觉得味道很接近你平常在吃的东西 所以你不会觉得它特别 嗯 但是如果整个盘起来 我会觉得其实好像确实有达标 嗯 只是因为味道你太熟悉了 有吗 我觉得还好啊 我觉得味道熟悉还好 我只是觉得 量太少 真的算不算好吃 算不算好吃 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体验跟那个服务 你说没有达标吗 我觉得其他星星吃起来 我觉得确实是有高一节的感觉 但是当然价位也是高了好几节 嗯 那我们那样吃多少七八千对不对 我忘记了忘记了 一个人我记得就七八千了 哦一个人七八千然后我跟你去吃吗 对啊 没错吧 干神经病 干我疯了 哈哈哈 你忘记你自己花多少了吗 哈哈哈 我点上没有 我记得那一餐吃了七八千啊 哇然后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说 就没有一道菜让我觉得说 哇这道菜超好吃 但是就是都有中上的水平啦 我觉得有中上的水平 但是确实没有到很惊艳 嗯 对所以一开始也是不太解 而且我记得我出去还去买了两片鸡胸吃 因为自己吃不够 哦对 你告诉我没吃饱了 蛋白质不够 对我觉得那差没吃饱 哦所以你这样吃完 因为你不吃生食嘛 所以你是日料没有吃 然后其他米其林全部吃完了 对 然后你吃完一轮的结果就是说 其实米其林跟好吃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我觉得没什么直接关系 哈哈哈 那你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下一个要花钱的地方在哪里 你知道你已经把米其林吃完了吗 你下一个要花钱的地方在哪里 是不是胜出国了 要不要下礼拜五去东京怎么样 这么随性吗 哈哈哈 我本来就想想就是 我前两天看我的形式里发现 诶我下下礼拜 礼拜一跟礼拜二几个 我比较不能请假的会 可是我下下礼拜要请某考呢 哈哈哈 啊反正你线上不是吗 你要念啊 哈哈哈 你不用复习吗 你去日本念啊 就看着这个枫叶 然后念书 你不觉得很诗情画意吗 嗯 就我去我也没有要干嘛 我没有任何的行程规划 什么都没有 就是因为我上一次去日本 我去了八天 我那八天我 没有安排任何的景点 完全没有 就是观光客会去的一些 吃的东西啊 或者是会去看的地方 我完全没有去 就我就在那边吃当地人的食物而已 然后我那八天待的地方都蛮固定的 除了我会去很多魔术酒吧以外 其他的地方全部都蛮固定的 然后我回来以后就八天说 哇我有好多想吃的没有吃 比方说像我想就是烧肉 然后我很喜欢吃拉面嘛 我在那八天里面我想只吃了一碗还两碗 回来想一想就觉得说 诶奇怪 这个真的是太没有规划吧 因为我那八天就是真的 就是在耍肺白烂 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说 感觉怪怪的 我应该要再去一次 把我那时候想吃的东西吃一吃 所以我前几天看到我心事里 发现 诶我很像刚好下下礼拜没有事 我就想说 要不要下礼拜我去一下日本 怎么样 要不要去日本念个书啊 我们可以下下礼拜后 好 因为我一想吃喝吞啊 一个人去很像也不太能够吃啊 除非找我日本那边的朋友 也可以啊 找我就是下下礼拜后 算了 我一个人去 我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 我认在哪里 好 我的这集真的很怪啊 这集请拿太多吧 我原本以为你是想要聊 那个什么 自己选股那个方向 就聊到量化去了 诶我讲的研究方向是量化啊 不然你自己选股方向是什么 好不然我们再绕回来投资啊 剪辑师这集好辛苦 那你自己个人啊 你自己个人在台股或者是美股 已经到12月了嘛 对啊 接下来要到了2024 要到新的一年了 我们就讲半年内好了 你在投资上面有什么想法吗 其实我觉得就是两个主题 一个就AI 一个就利率 因为你AI其实现在 顺向跟反向都找得到 反向就是说 可能被推上去了 但是它其实本质上 我觉得不太算AI 对吧 它就是被AI的热潮推上去的 那就是好的反向嘛 潜在的反向比较低 顺向基本上就是AI的其他股票 那重心我放在利率啦 对吧 就是当然主要是在压住 利率要转向 这件事情上 但是我又希望在这个方向上 找到那种 长期价值其实并不是真的 对利率这种敏感的行业 就即使我猜错了 拉长来看 它的Under的Value 其实也不应该如市场 预期的影响那么多 对吧 主要在盘这个东西啦 然后其他都是一些 很逆取的中小公司啊 大概就这样 最近都在看这东西 你不要讲一下 你在觉得利率 接下来会反向走 这边在投资上面 大概会是在看哪一些公司 比较能够符合这样的机会呢 有几个方向嘛 第一个是资产端 其实是浮动的 然后但是股价被杀下去了 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其实大家看你手上 可能有什么债券 他可能就觉得说 你升息这边要掉价 但那些可能是浮动的 那就变成说 升息其实跟你没关系 那这边核心 我觉得是商业抵押贷款 基本上就属于这种 因为商业抵押贷款 基本上都是float的 它不是fixed rate 那就变成说 升息其实跟它 没什么关系 那当然这一段的问题 其实比较像是办公室 然后我看完也觉得 税后风暴比 应该不如直接买债 所以这边我就是看一看 后来被我丢弃了 对吧 资产端是这样了 那负债端基本上就是 因为现在会计制度 大部分是要求你资产端 要matumarket 所以你资产那一端 你可能升息的关系 你固定利率的债券叠价了 所以你的资产减损了 但是很多时候负债那一端 它可能也是固定的利息 对 理论上升息负债这一端的 价值也要下降 但是会计制度 不允许你去做matumarket 所以有一个角度是 去找那种负债 是很长的负债 那就基本上这一段就是受险 但是受险我自己 第一个是 我比较不prefer到受险 所以我后来只找到一个 比较逆取的板块 叫runoff insurance 就是这边我觉得 有几家还行 但放受险 我就比较没兴趣 但是这个就有点逆取了 这个要展开来讲嘛 而且这个 我觉得 比较偏美股 台股是比较少一点 台股我觉得 因为现在很多周期低档的产业啊 那就是分散压啊 谁会掀起来我不知道 嗯 对啊 那你说利率的话 还有啦 就区域行嘛 因为区域行 银行其实你拉长来看 它的 NIN其实跟利率的波动 没这么的相关 那就变成说 其实负债跟资产两边 其实对利率的波动 是差不多的 以历史角度来看 对 但是这一波其实 跌得很凶 那我会觉得说 基本上这波是比较例外状况 是因为利率拉得太快 所以银行在九期管理 跟不太上 那只要给它一点时间 它其实应该能回到 历史的状况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区域行这边 看起来也是一个方向 那其他当然也有 但是其他我觉得就是 有点像是利率的延伸吧 就是原本 只是因为要赌利率反转 然后稍微把这些东西看一看 然后看了一下觉得好像也不错 像是什么飞机租赁 就是这种状况 对啊 我最近都是围着利率在盘 有什么东西可以偷 只要跟租赁有关的东西 或者有租赁性质在的东西 通常都会跟利率有点关系 对 但是飞机租赁的状况是 看起来动态很好 对 就是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对对对 因为整个航太产业 它们又是另外的故事了 对对 我觉得看完才发现 其实比较像是航太那边的故事 不是利率的故事 对对 利率的故事 我觉得到现在应该还没有 很明显的东西啦 因为你说 你想要压反转 但就也还没反转嘛 对不对 高频数据看起来都往下走了 嗯 可是实际上的那个历史 还没有降啊 还没有啊 所以我找的是那一种 历史角度来看 因为股价在跌的是 大家觉得利率往上走 会对它造成影响嘛 但是历史角度来看 其实不应该影响 这么多的行业 所以就是给自己一点buff 就是说 即使真的自己看错反转点 应该也不应该影响这么大 嗯 对对对对 cursed 好 那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研究 研究出现看或者是自己闪一下 那我觉得也有一个想法啦 就是你直接去看当时说要讲审喜的时候 到底拿一些股票跌比较多 从那边开始研究也可以 那当然还有一个房地产啦 但房地产我觉得 就是盘起来就是 房地产跟经济有关 这个先等等 我觉得是盘起来不如直接买债 因为那个税后 其实算起来都不太划算 因为台湾那个股息税那边太高了 对啊境外30% 就是税后算起来是 我觉得风暴比都不够好 当地人可能这个问题会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以台湾投美国的话 那个30%真的太重 所以是房地产的股利很高吗 应该说通常会认为 跟利率比较相关的是REITS那一段 那REITS基本上就是 你90%的利润是一定要配出来的 那边就是扣30% 对啊 那你资本利得的幅度不够大 然后大部分的回报都来自于 算是类吸收吧 对啊那里面扣30% 其实算起来 我觉得有点太多了 税后来看其实都不太OK 那如果是买类似的基金呢 一样吧 一样吧 一样吗 他们也会配出来啊 你要是REITS的架构就一定要配出来啊 没有我说是基金 买REITS的基金 REITS的基金 有买REITS的基金吗 我真的没什么意义 有这种东西吗 我不是很确定 只是为什么你要抽两成 你就逼一个税啊 应该逼不了税啊 有道理 我觉得那应该是配数的 那应该逼不了税 好 没问题 还有吗 就这样吧 如果你说整个比较大板块 其他都太逆取了啦 就是可能是 每一家公司有自己的题材 那就会展开来讲就会太多 但是最大的基本上就利率了 所以这边一样就是 除了刚刚Frank提到的 这几个产业 或者是这几个可能会受到利率影响的板块 那大家一样可以按照 我刚刚前面讲的啦 就去看一下之前在讲升息的时候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跌比较多 我哪些产业跌比较多 那其实这边也都是可以研究的点 那一样要考虑一个就是 那假设利率没有那么快反转 它还会再维持一段时间 那像刚刚Frank也有说 他有抓一个buffer嘛 就是去抓说 其实从过去历史来看 就算利率往上 它影响也没有那么大 可是它可能股价被杀的比较多 那这种就是相对来说 比较安全的投资机会 好啦 那我们这集就要先到了这边 我是觉得 就以前你说散 我不会觉得散 这集是真的还蛮散的 我不知道简直是 剪完会变什么样子 中间太多的闲聊了 不过我是希望可以剪得精烈一点 好啦 下次跟Frank见面 又是什么三个月以后啦 那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